开家早期丢鸽子 是不是因为你的鸽子智商不够 应该如何操作 来减少早期鸽子的丢失率 大家一定记得 你开家丢鸽子 丢的不是鸽群当中身体弱了 病痒痒的 你会发现 永远丢的是最好的 是通胖 是上手一摸鸽子肌肉饱满 并且鸽子上浮力往往比较强 相反 那些弱的生病反而不大丢 海端会告诉你 丢的这些鸽子智商不够 那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你一定要清楚 鸽子在早期生长发育期间 它的智力和任家的能力 是没有得到发育的 就和我们的小孩一样 它在三五岁之前 它就是一个低智商水平 它的智商智力 必须得随着时间慢慢发育 所以你可以认为 所有的刚开家的鸽子 都是笨蛋 但是偏偏 我们在开家期间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很多鸽子身体素质 发现的比较好 肌肉量比较大 所以它在飞行过程中 飞的时间比较长 飞的比较远 但正是因为它的智商 没有得到充足的发育 所以你不会跟群 你散飞 你飞得越高 飞得越远 飞得越快 你离家的越远 你找到家的概率 反而会越低 因此你才会发现 往往是你的重点对象 你的壮的鸽子 你的通胖 在早期丢失的概率最好 所以我们在刚开家的时候 切记防止鸽子丢失 那么有两个办法 首先我们用大量的黄豆 帮助鸽子增重 你会发现加上黄豆之后 你的鸽子会变得比较壮 比较沉 沉的鸽子是不可能飞得太高 飞得太远 其次你可以选择中午开家 天热的时候 哪怕鸽子身体素质再好 它稍微飞一会儿 也会累 也会渴 它就会掉头回家 这样鸽子也不容易丢失 但是一定不要相信 你的鸽子加低丢了 是因为鸽子智商不够 一定记得 鸽子智商要随着时间慢慢发育 与此相反 身体素质发育越快的鸽子 再早期开家 反而越容易丢